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江苏 欢迎收看9月17号礼拜五的欢迎电影新闻 明天是9月18号也是空主公的成绩 未了共环境是特别提早来基盘自控电力 断业和新竞争用传统的鼓励向空主公来标识建议 我同中央红标准备文章笔 平安骨和红包来散发这些竞争 希望在新民的保密之下 大家都能平安健康 学习进步 未了共环境今天基盘这个空电力 现时有这么多来自国中和小的学生 来参加这种两种仪式 为了向空主公来标识尊敬 整个这段完全尊教高类来进行 大家都信心基求空主公的保密 高类已经算百多年的历史了 每一年都办了很多活动 高类这些学生在学校 能够用功讨历 我们共环境也有传文章笔 这个奖学金 让这些孩子鼓励一下 让他们在这些学校能够讨历 有机会可以来参加最空电力 清新提案鼓励的仪式 还是都感觉很特别 也只能够讨历的文章笔和红包 我们参拜了妈祖娘娘 还有文昌帝君 并收受了一份奖学金当作鼓励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 还有这份奖学金 不仅是一份鼓励 很开心 经过中阳的电力 苏东都希望学生可以竟敢把事情 也就让他们的人心 可以顺势和平安 将来在文化 在文明方面 在整个的学义方面 都能够有所发展 有所贡献 所以我们有一个希望就 就是卖了 希望卖了学子 跟卖了老师 有一句对联 可以这样讲 就是文起滨海学子 春风吹熟迈 汇通古今粮食 典范再红粮 在这个特别的日记 还是他那除了退回 就要尊重书长的观念以外 也会向他辛苦的老师 说一声 告诉这些快乐 记者 众仪婷 彩虹 博德